如果把视频剪得更流畅呢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最常用的五个技巧 各位好 欢迎回到麦科技 我是分享干货求点赞的张帅博 经常剪视频你会发现 其实最常用的剪辑方式是硬切 那硬切如何显得更无缝呢 之前的视频我分享过景别 远全重金特 不过这个标准并不是死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见的 框在中景和近景中间的叫中近景 近景和特写中间的叫近特 而且景别只是以人为对象形成的标准 如果是狗就 别动 别动 一种景别比作一级台阶 相邻台阶因为高差变化太小 表达信息重复 接起来容易跳 跨一级台阶高差变化大 能够给观众传达更多不一样的信息 接起来反而更流畅 这就是跨级简节 了解跨级简节之前 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机位角度差 比如说我先拍一个镜特 退后再拍一个中景 接起来看一下 同样一个镜特 机位移开30度再拍一个中景 对比一下 跨级简节可以是远景和中景 全景和近景 中景和特写 偶尔我们还会看到两极镜头剪在一块 给人印象极为深刻 同时也会很跳 应用时要谨慎 之前的视频我分享过 过度剪辑的表现之一 是把气口都剪掉了 一直在说 什么是气口呢 两句话之间停顿的地方就叫气口 在气口处剪辑更流畅 比如很多对话系 不过要注意 不要盲目地使用气口剪辑 比如一个镜头在上一个气口开始 下一个气口结束 也许这个镜头信息早都表达完了 观众读不到更多的信息 就会感觉无聊 和画面剪辑一样 在剪辑声音时 比如一段旁白需要替换几个字 通常会在声音最小的地方开始替换 需要替换几个字 音乐也是在段落与段落之间 拨谷的位置寻找剪辑点 咱们下期视频见 在剪辑对话系时 建议在了解对话内容的前提下 关掉声音剪辑画面 避免受气口的影响 总是等一句话说完才下剪刀 动作剪辑 这里的动作可以是镜头运动 比如镜接镜 就是固定镜头接固定镜头 也可以是镜接动 固定镜头接运动镜头 还可以是动接动 运动镜头接运动镜头 动作也可以是画面内的运动 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接动作 比如一个转身 一个起身 用跑步举例 如果前后镜头的运动速度一样 可以通过一半动作在前一个镜头 一半动作在后一个镜头还原整个动作过程 以起身为例 如果一个动作用两个不同景别 不同角度 不同长度的镜头组结在一起 就不能用前面的方法了 这时候可以把尖要起身的动势 大概三分之一的动作放在小景别镜头 剩下三分之二放在大景别镜头里 因为在小景别画面里 人物占比大 动作幅度大 很明显 镜头长度短一些 而大景别画面 主体占比小 动作不太明显 镜头长一些 便与观众看清楚 另外还是以起身为例 剪辑节奏快一点 慢一点 可以展现人物不同的状态 每次出去拍视频 总是不忘提醒自己 多拍几个空镜 倒不是离了空镜 片子就不成立了 而是空镜实在太好用了 它可以表示时间地点 当作主观镜头 表示时间流逝 渲染情绪 偶尝某个镜头翻车 空镜还可以替补 我对了 空镜还可以水时长 除了前期单独拍空镜 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空镜 人物入画前 和出画后的空镜 或者运动镜头的起伏落伏 变焦镜头 变焦前或变焦后 这些空镜并没有叙事作用 为了加快剪辑节奏 压缩时间 很多人可能会直接 从主体出现在画面里开始用 或者人物稍微离开画面的动时 就切走 当然剪辑没有对错 还要根据当时的语境 来决定是否用空镜 剪辑时 声音和画面可以分为三种状态 一 同步剪辑 二 声音延后 也就是通常说的L-cut 三 声音前置 也就是J-cut 无论延后还是前置 都能让两个段落之间的过渡 更平缓 不同的是 声音延后 可以把上一个段落的情绪 带到下一个段落 声音前置可以加快续制节奏 提前让观众进入到下一个场景 声音具有掩蔽效应 也就是说 音量大的声音 可以盖住音量小的声音 它就像特写镜头 强制性地带走观众的注意力 我们平时使用的转场音效 大部分属于这类 比如瞬间收声 中音 转折 即使剪辑的画面并不匹配 使用音效过度也不觉得巧 但是在拉片子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在熟悉剧情的前提下 把声音或者画面关掉 单独分析画面剪辑和声音剪辑 避免声音非常丝滑 让我们错过画面的剪辑点 或者画面非常华丽 而忽略了声音的设计 除了前面分享的五种剪辑技巧 让画面看起来更流畅的方法 还有很多 比如正反打中心构图 注意前后镜头里 视觉焦点和视觉方向的匹配 色彩光线的匹配 在挡黑衣内一帧 结束或者开始等等 OK 今天视频就分享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咱们下期视频见